消费品已旧换新 换新换来万亿大市场 大规模设备更新 更新带来经济新活力 从下个月开始 我们新买的设备和仪器 将陆续进场进行安装和调试 工业领域的设备更新 不仅仅是买个设备了 可能是买的一个系统 更新加换新 看经济活力如何上新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这载直播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今天一起来关注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已旧换新的话题 国家统计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 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 贡献率接近了55% 而离我们普通的消费者 更近的消费品已旧换新政策 更是有效拉动了汽车家电 等等耐用消费品的增长 那么消费品换新 给我们普通消费者 带来哪些实惠 设备更新 又给企业和产业 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变化 通过测算我们知道 换新加上更新 就意味着数万亿元的市场规模 那么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 对进一步的促进消费投资 优化经济结构 还会起到哪些作用 围绕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呢 是邀请两位嘉宾 一起来进行讨论 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宏观经济研究院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吴萨 欢迎吴萨 还有一位呢 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万哲 欢迎万哲 好 在开始讨论之前 我们还是先到四川成都 来看一看 那儿的家电市场 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眼下 成都的家电市场销售火热 在一家家电卖场 前来咨询补贴活动的顾客 络绎不绝 销售人员介绍 开展家电 已旧换新补贴活动以来 门店的销量提升了两倍 家电市场持续升温 回收行业也火了起来 在成都街头一家废品 回收门店 回收小哥正在忙着搬运 收回来的旧家电 在回收的旧家电上 大家都有这样一张标签 标明了消费者和回收人的信息 相当于已旧换新凭证 回收企业将信息填报之后 消费者在购买新家电时 就可以享受补贴 像以前的话 我们每天可能也就两侧的样子 现在每天四五侧 我们知道在今年的3月13号 国务院是印发了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旧换新的行动方案 那么到现在呢 这个方案已经实行了 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那吴所长 你会如何评估这个消费品 已旧换新的政策 对于促进消费起到的作用 我们评估一个政策 特别是这种已旧换新的政策 其他效果 我只要看两方面 一个看那个政策的力度 第二看群众的感受 那么从政策力度来说呢 我们大家很关注 你这个政策出来以后 你是比划一下 你还是有真金白银的给予 那么我们从这几个月来看呢 政府的力度非常大 是真金白银 真金白银的给了 比如说以这个 汽车已旧换新为例 那么这个中央首先 出台了一些政策 那么各地方呢 直接跟上 那比如说 这个 以这个财政资金为例 那么中央和地方财政 今年一次性承诺是 112亿 真金白银 而且是中央和地方是 64比6 中央财政的钱迅速到位 地方财政的钱直接跟上 然后企业 相关企业呢 也配套相关的优惠政策 所以力度就很大 就我们所知啊 有一些车型呢 一次性的优惠 可以达到13万元 那么除了汽车以外 比如说家电 刚才篇子也说到 对 一个智能家电 最多能够补贴1000元 那在我们有些家电 本身也就是几千块钱 那这力度是非常大的 除位 不仅能够给你救换新 还能上门给你去更换 极大的便利了 这个政策的实施 是 那么从群众的感受来说 也就是我们说 政策效果上来说 那也感受很大 刚才我们也看到 这个最大的效果在于呢 是很多的群众 在换与不换之间的 这个犹豫被打消了 没错 那么他愿意去 一看本来可能有点犹豫 我能换或者不换呢 还在考虑 政策力度一来 打消一律 直接就上了 不换就亏了 不换就亏了 抓住这个优惠 我看这两天看 有很多算 我们能够便宜 15% 20% 那么家庭正好也需要 直接就提升了 他这个 其实从直接来说 既扩大了消费 更多是提升了 他的生活的品质 是 使得你整个的这个 这个消费的潜力 得到了一个充分的释放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进而又带动了 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发展 实际上这是一个双赢 是双赢了 是是 所以就使得整个经济活动 就更加活跃了 没错 其实刚才在节目中 我们看到的主要是 家电方面的依旧换新 其实刚才呢 吴萨也提到了 不光是家电的依旧换新 汽车的依旧换新 可能这个体量是更大的 那么万哲 你在这其中 发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我觉得这里面的变化 其实是蛮多的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呢 实际上目前来看 它实际上不仅是 需求方面发生了变化 在供给上呢 也有非常好的促进 所以我们说 目前这样的政策呢 实际上是使得 目前我们现在对于 市场的提升需求 和转型升级啊 实现了一个更好的 相互支持和转化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三中全会的公报上面呢 特别已经提到了 也就是说未来啊 高质量发展 是我们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那么另外呢 对于这个 我们的民生来说呢 应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啊 也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那因此从我们 所有的政策上 实际上都能看到 这个主旨 那目前来看呢 我们这个宏观经济的 主要的这个方向啊 实际上一方面要提振内需 另一方面呢 也要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 也就是说要 鉴刺的淘汰落后产能 未来呢 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 我们的技术创新 还有我们的这个 民生福祉福利的提升呢 应该说是要实现 一个多重目标 和一个系统性的改善 那所以从消费端呢 咱们看到这个 消费品的已久换新 那么从这个投资端呢 咱们看到这个 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他们实际上呢 也是一体两面的 那么不仅仅是说 我们能够通过 总需求的一个提升 来使我们的这个经济 更好的进行复苏 那么也使我们能够 实际上从这个结构上 来引导整体的 这个经济和产业的 转型升级 一方面呢 咱们可以看到说 未来这个制造业的投资啊 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大 而且另一方面呢 也能够看到 我们也在促进这个先进产能 它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 也就是说呢 未来咱们制造业 企业啊 产业 行业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也因此会有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竞争力 实际上从你刚才讲的 这个汽车产业上 我们很能够 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 也就是过去十年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汽车 新能源汽车 那么在近几年来 好像感觉 它是这个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其实是一个 后继勃发的过程 那也就是说 我们整体的这个支持啊 使得这个产业 不断的在进行新的 比如说材料啊 包括电池啊 是吧 然后机械各方面的研发 另一方面呢 对于老百姓的消费来说呢 也给予它一些补贴和支持 使得老百姓 更加愿意来用一些新的产品 使得绿色化 智能化的产品啊 也有了用武之地 所以呢 市场的需求和供给 不断的相互支持和补育 就使得我们的这个产业 变得越来越先进 而民生的福祉呢 实际上也提升的越来越高 那整体宏观 经济的这个盘子和蛋糕呢 也越做越大 所以它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因此呢 我们目前再来看这个消费品 现在的这个依旧换新 包括大设备的 这样的大规模的 这个更新的时候呢 也能看到 未来呢 实际上我们要实现 短期的这个经济的促进 同时又要促进 长期的新旧动能的转换 应该说 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方式 使得我们不断 就是进行一些新技术的突破 同时呢 又在终端的应用上 提升需求的 这样的一种能级和能量 那么双方的赋能才能使得市场 更加的有活力 也有动力 看上去 以旧换新是一项政策 但是这项政策 其实牵动的很多的方面 从这个消费端到供给端 都成为了受益者 我想也有很多产业 像我们的汽车也 后继波发成了一个 越来越有竞争力的产业 刚才我们聊的是 这个消费品的以旧换新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设备更新方面 上半年设备供器具 购置投资是同比增长的17.3%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个百分点 这个贡献率接近55% 而我们的记者在实际探访中也发现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 是企业身上发生的更加丰富 和更加实际的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间电机制造厂房里 一批崭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正在快速运转 上半年 这家企业一口气升级 换代了十多条生产线 不光产销量大幅增长 还能获得近万元的补贴 企业打算进一步扩大产能 我们在未来三年 大概投入2.4个亿 再建议百万的产能 效率提升了 扩产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 这家节能装备企业 今年业务增速很快 现有场地和产能 已经完全不够用 在政策支持下 企业快速获得了 34.7亩建设用地 眼下他们的新厂区即将建成 从下个月开始 我们的新买的设备和仪器 将陆续进场 进行安装和调试 到连底将能够全面实验投产 并能够达到我们现在公司 5倍以上的产能 轨道交通设施提荡升级 也是大规模设备更新的 重点任务之一 最近这段时间 成都地铁27号线 17列车正在试跑 各类全自动场景 随着更多运营更节能 乘坐更舒适的 地铁列车交付 又一条无人驾驶线路 将在今年开通运营 刚刚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企业方面 升级换代 提制增效的意愿 是非常强烈的 而我这有这样的一组数据 也可以印证企业方面的 强烈的意愿 上半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的 增长速度是10% 比制造业投资的总体水平 这个增速还要高出0.5个百分点 那吴萨你会如何评价 这样的一个数据 如何分析这个数据 背后所反映出来的 企业的一个意愿 那我更愿意去 先讲另一个数据 在2023年 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的 这个技术改造的 投资的增速 仅有3.8% 而我们的制造业的 整个投资呢 是6.5% 那么大家看到 它的制造业的 改造技术投资 是低于 制造业的这个投资增速 而我们现在是反超了 另外 这两个数据 在今年上半年 都远远高于去年年底 那么这说明 我们今年 不仅是在制造业投资 而且在制造业 改造投资的这个意愿 和这种 这个比例上 增速上 都大幅提升了 就不管是从 这个绝对数值上 还是从这个 相对的这个图标上 都反映出企业 越来越强烈的 这个技术改造的愿望 对 所以我们说 这个跟我们这个政策 的实施啊 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这个政策实施呢 其实我个人理解呢 更多的是激发了 和使得这个 我们这个设备改造 技术改造的这种 本身的这种 潜能这种需求 得到了更好的释放 是 其实我们有一个预测 到2027年 我们的整个的 不管工业 这个建筑业 还有农业 它的整个的设备的 这个投资的规模 会比现在要大 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说 你本身就有一个 强劲的增长的 一个空间 而且在现在的 这个市场中啊 很多企业 为了要更好的 抢占市场 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本身也有很强的 设备更新的这种愿望 那么政策的出台 极大的 迎合 甚至说叫做 顺应了制造业 这种内在的 转型升级的需求 那么它 通过这个政策 你想它既有直接的补贴 又有贷款的贴息 甚至有税收的优惠 使得企业 在进行这样的设备 改造升级的时候 成本大幅降低 那么能够去购买更多 更好 更适宜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呢 很多是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的 没错 它不仅是能够 直接提升 企业的生产效率 增加了利润 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 这些新的设备 已经极大的促进了 企业内在的 创新的需求 没错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增加的 对这个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 在未来就可以有一个 更乐观的一个期待 在未来这些 既改投资 都会结出 更多的一些果实来 那么我们也知道 就是大规模的 这个既改方面 设备的更新方面的投入 其实上游 是涉及到很多的门类的 那万哲你觉得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 改造和升级 对于上游的 这些供应段来说 意味着怎样的机会 又意味着怎样的新的要求 我觉得它的机会和挑战 应该说是并存的 那么现在来看 应该说政府来进行引导 而市场来进行运作 应该能够使设备更新 发挥一个更好的作用和效果 那我觉得目前来看 应该有三个层次 必须要注意一下 那么第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设备更新 主要也是一个年限的需要 也就是说 上一批的大规模的 这种设备更新 应该说可能是在10年 也就是08年危机之后 那时候也进行过 一大批的设备更新 所以应该说以十多年为界 那么现在很多的设备 可能都需要进行一个 就是年限的这样的一个 周期性的更新了 那目前我们能够看到 根据测算 大概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设备的资本存量 净值大概是超过39万亿元的 那刚才也讲到了 一个25%到2027年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样测算 每一年大概这个增长量 可能也是要在 2000亿 2500亿左右的 因此我们看到对于所有的企业 以及供应商来说 应该说都是有很大的机遇空间在里面 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 之所以要进行更新 实际上也是一个市场的需求 就像刚才所说的 比如说咱们说居民 它可能需要更智能化 那对于这个设备 比如说咱们电力设备的改造 它也需要更加的智能化 数字化以及绿色化 现在比如说风电设备 越来越大型 那么光伏实际上也运用的 这个越来越广 而且它的那个薄膜 跟过去的那种硅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进行这个更新 实际上也是一个 整体市场的需求 那么最后一个咱们也看到 实际上这个设备更新 也是一个国际技术 创新的潮流所致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势所趋 而我们目前在很多的行业 和技术上 无论是技术 或者标准 或者专利 或者人员组织管理等等 应该说也在国际上是超前的 但有一部分可能也需要积极跟上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也能够看到 这个机遇也是非常大的 因此对于企业和设备更新的 这种主体来说 应该说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对市场 还是对企业来说 都有非常强烈的设备更新的 这种需求 而我们这个政策 其实就是支持了这样一种需求 就像刚才万哲所说 在政策推动之下 设备更新和升级的市场需求 是得到了快速的释放 也让设备供应企业的订单 在不断地增加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记者乘车刚刚进入这家 电力设备供应企业的园区 就被一辆辆大货车 堵得严严实实 记者了解到 这些大货车忙着运送的 箱式变电站 新能源变压器等设备 属于电力基础设施 简单来说 新厂房 新项目通电 电力设备的改造升级 都离不开它 今年以来订单快速增加 在生产车间 记者了解到 这条今年刚刚投产的新产线 就已经出现产能吃紧的状况 我们计划这条产线 是一个月干300多台的样子 现在这几个月 结合市场订单的情况 我们已经把生产 已经提到了400台到500台的样子 但是我们面临订单的交付的压力 依然还是很大 快速增长的订单 首先来自新能源发电项目 增幅达186% 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紧随其后 增幅达到74% 增长效果明显 工业领域的设备更新 不仅仅是买个设备了 可能是买的一个系统 给了我们一次很大的发展机遇 我想这会儿大家还会关心一个问题 这么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它对于我们优化经济结构 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 我们优化经济结构 很重要的现在就是 要向新向率 我们新的生产力 很大程度上 就是要引导我们向一个 新的这种更好的结构去调整 那么从向新的角度来说 在新生产力里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 传统产业的优化改造升级 就是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这次是一个更新 很大程度上 会使我们传统产业 得到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那么这一块 它不仅是引入了新技术 新的设备 更多的是 它为很多我们未来的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广告前进 另外向率来说 我们这次很重要的是 在这个节能减碳 低绿色发展方面 我们会推出更多 新的设备和产品 这样使得我们在 更好推动绿色低态的 循环的发展 也就是我们提的 新制生产力将会通过 这样的一些政策 更加的释放出它的活力来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就在前两天 7月17号 这个商务部曾经表示 在这个设备更新的政策方面 内外资企业是一视同仁的 那所以一个问题就是 万哲如何看待 外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 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注意到 公平确实是 营商环境的一个基础 那这次三中全会公报里面 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 一方面我们也特别强调了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 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 一个是两个毫不动摇 我们对于这个公有制 以及其他的所有制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对于 他们也是要一视同仁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看到 在公报里面也提到 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法制化 那么法制化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 但是在优化营商环境当中 如何能够做到细致到位 那实际上对于各地的 这种营商环境的优化 包括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或者是说消费品的 已久换新当中 怎么能够保障所有的 这种一视同仁 能够得到落实到位呢 我觉得未来实际上 也是我们优化 营商环境当中 所必须要做到的一环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未来 能不能够使我们的经济发展 能够有新的突破 我们的技术创新 能够有新的活力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所以从这点来说呢 我觉得营商环境的基础 对于公平来说 也是很重要 所有的经济主体 都当获得公平的 一个发展的机会 好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上半年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就换新政策 效果出现 相关部门拿出了真金白银 全力支持企业更新设备 助力居民换新消费品 换新的汽车家电 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智能 更环保 更便捷 而更新的设备当中 又集成了先进的技术 可观的效果 蕴藏着产业 提制升级的强大势能 我们也期待着 相关的政策 能够继续走深走实 让企业和我们的消费者 获得更多实在的好处 也让我们的经济 能够活力上新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观点 再见 感谢您的观点